画面上是台铁基隆站附近的仁爱区文昌里 施议员郑文婷关心这里的行人通行安全 特别跟文昌里里长王明清及相关单位进行会刊 会刊的单位我们邀请到交通署跟交通大队 现场看过之后我们大家共同的看法就是说 因为现场的人行道似乎应该有往前移到路口这个地方的必要 让整个路口比较完整 也让斑马线确实的在路口发挥它减速的功效 同时在斑马线后一直到我们文昌里民活动前 请交通署来划设慢制的一个减速号制 让我们的这个驾驶人他在行经这一个路段的时候知道要减速慢行 因为里民活动中心这边经常出路的都是我们的长者 那他们移动也比较慢 那如果车速过快的话确实是会发生交通上的一个意外 郑文廷议员强调这边通行的民众大多是老弱富儒 他认为交通规划与配套要以人为本 这才是城市交通管理的重要核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